我们都知道佛教徒非常重视男女有别的观念 但是在佛教的典籍中 我们也读到过坦山大师抱美女过河的故事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身为现代人究竟该如何拿捏男女之间的奋迹呢 关于所谓抱美女过河的那个公案是这样的 这个坦山大师 他跟另外的一位同参道友在行脚 参方的过程之中 有一天正好遇到一条河流 这个河随蛮深的也很急 天生又快晚了 有一个女孩子在河边上想要过去 但是又不敢过去 当时那个地方也没有传 天生又晚了 这女孩子记得在那边哭 这两个和尚看到了以后 和尚是不能碰女人的 他们两个人对看了 你看我 我看你 不把她带回过去的话 这个女孩子在这边很危险 让女孩子直接爬活过去的话 也很危险 如果抱这个女孩子过去 参了个女孩子过去 那就犯了戒 不管是背的也好 抱的也好 不管怎么样 这是犯戒 那么他们两个人对看了一下子以后呢 另外的一位和尚啊 他就圆起裤子啊 他就过河了 这个坦山禅士啊 看了以后啊 他就把这个女孩子抱起来啊 就过了河了 另外一个和尚看到这个坦山啊 抱了女孩子过河 他心里头总是 不是味道 这家人怎么可以抱个女人呢 过了河以后啊 这个坦山禅士就把那个女孩子放到 放到地下 就让女孩子走了 他们这个同餐到有两个人呢 就也到他们遇见的一个破庙里面去住了 当时晚上啊 那坦山大师呢 他呼呼大睡 睡得很高兴 其实另外一个和尚啊 心里头很难过 他翻过来翻过去啊 总是睡不着 他心里头觉得 这个怎么搞的 我的一个同餐啊 今天抱了女人了 翻来戒了 这个罪过怎么得了 他第二天呢 这个坦山他已经醒过来了 睡了一夜睡了蛮好 蛮舒服醒过来 就问呢 你怎么 怎么搞啊 你在这里 什么 没睡觉啊 他说 我为你啊 痛苦死了 你怎么还睡得着啊 你要下地月呢 坦山大师就讲了一句话 我把女人抱过河啊 我已经放在那里 老早放掉了 你一直到现在 你还把女人抱在心里面 也就是说 心中无邪啊 他是救人的 把个女孩子抱个河 虽然翻了戒了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破戒啊 他是有功德啊 并没有罪过啊 是救了人啊 如果是见识不救 而想持戒持戒 这个是一个不慈悲啊 那 有问题 不过问题是在于啊 这是看用心啊 是什么 因此呢 菩萨 我大胜的比丘啊 大胜的比丘啊 是重视于 内心的警戒 可是啊 现在有很多的人呢 就认为 反正是啊 只要心中无邪了 没有关系了 行为没有关系的了 这是大问题 只要问问你自己的心中啊 究竟有没有问题 另外呢 要让社会上 是不是会批评你 会这个 激险你 会怀疑你 像贪三大使 抱个女孩子过河 他就没事了 他没有什么动作啊 就是抱个女孩子抱过河 这种情形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是啊 男女之间 有一种啊 爱恋的情为 这个行为 一种情的 一种执着 那 这是很不好的事 也必须要 小心的防止的事 不仅仅是出家人啊 就是在家人 有夫之夫 有夫之妇 或者是少女 或者是少男 还没有结婚以前啊 对男女的关系 还是要谨顺 要小心 否则的话 很多的事情 都是因为男女之间的关系 不小心啊 而出了问题 甚至于说 一失作 成千古恨 有很多的人呢 说英雄难过美人关 就是因为啊 对男女的问题啊 不小心了 一下子就完蛋 现在在美国是 性开放 性自由的一个国家 但是 柯林登总统啊 就被一个 一个女子啊 缠得她痛苦不堪 柯林登的一个 是军事 他竞选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助手 也是因为啊 肥色的新闻 也就是桃色新闻 结果一下子辞着 在我们台湾 在我们国内 在我们东方 在都会有这种问题啊 如果你是个小人物 人家不会追究你 你要出眠了 马上啊 就有人把你这个案子翻出来 不管是男的是女的 有这种行为的人呢 总有问题 所以男女总是还是啊 要把那个界限啊 分清楚是比较安全的 保持距离 一直安全 我为徒乎